极度危险的精神病人从医院逃出 途中连续作案 警方严密不控 但病人神出鬼没 似乎有飞天遁地之功能 当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刻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震惊不已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高分悬疑惊悚片 旧日噩梦 警长鸡贼叔和老婆炮灰士 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铁锤和春花 在出事之前一直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突然有那么一天 也就是在春花五岁生日的这天 炮灰士被人用球棒无缘无故的给打死 年仅五岁的春花急忙报了警 警方经过调查 认为是精神有问题的铁锤 打死了自己的妈咪 在之后的13年里 铁锤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 但由于病情太严重 铁锤没有任何好软的迹象 铁锤的老爸鸡贼叔前往精神病院 看望自己的儿子 医生说铁锤目前的精神世界十分混乱 由于大脑受到损伤 他过去的记忆完全被压抑了 铁锤就是靠着逃避过去 来极力回避他曾对母亲做过的那些事情 而且铁锤还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 对自我完全失去了认知 他的思想似乎是被困在了另一个世界里 目前这个医院对铁锤已经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了 最好能把铁锤转到另外一个更好的精神病院去 那边的服务和安保措施也更完美 自打老婆十几年前遇害之后 鸡贼叔便和龙套婶走在了一起 十多年过去了 春花也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这天晚上她和闺蜜说好了 要出去和两个帅哥约会 作为后妈的龙套婶虽然尽职尽责 对春花这么晚了还出门很是担心 但春花对她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对于女儿晚上出去这件事 鸡贼叔虽然也有点担心 但她并没有阻止 只是提醒春花多加小心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 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吃惊的发现 铁锤居然逃跑了 精神病院的保安在追捕铁锤的过程中 还遭到了一次是铁锤的蒙面人的偷袭 幸亏一哥们开车路过 让保安搭乘了自己的车 可汽车刚往前开了没多远 蒙面人突然出现在了后座 并且齐里咔嚓就把好心的司机给杀了 失去了控制的汽车当时就底朝天了 眼瞅着蒙面人步无逼迹 保安急忙逃进了树林 春花和闺蜜开车来到郊外 很快便等来了他们约会的对象 两个活力四射的大帅哥 接到报警之后 警察迅速来到了精神病院 根据医生的介绍 两名负责看押铁锤的保安 一个已经身亡 另外一名不知道跑哪去了 警长鸡贼叔很快收到了下属的汇报 得知自己的儿子铁锤逃跑了 警长鸡贼叔来到儿子铁锤住的房间 发现墙上贴满了奇奇怪怪的画 也看不出铁锤究竟想表达什么 鸡贼叔在桌子的下边 发现了一个铁锤挖的暗石 里边也是充满了恐怖的元素 把鸡贼叔看得是心惊肉跳 这个时候鸡贼叔接到了下属的汇报 说在那辆出事的汽车上 发现了另外一名保安的胸牌 现在我们说回那名逃跑的保安 这哥们跑出树林来到了一加油站 他进屋一看 发现烟灰缸上放着一只正在燃烧的香烟 这说明加油站老板刚出去不久 他这边刚拨通报警电话 就听到外面有动静 他透过窗户一看 发现那个蒙面人正在收拾加油站老板 他看见了蒙面人 蒙面人也看见了他 保安一看大事不好急忙跳窗户跑了 当龙套室听说铁锤从精神病院里逃跑了 可吓得不轻了 他急忙给鸡贼叔打了一电话 鸡贼叔说我们正在全力追捕他 你把门床关好就行了 为了防止铁锤跑回家捣乱 鸡贼叔让自己的一个手下 却在家门口守着 以防不测 保安再次跑进了树林 为了躲避蒙面人的追杀 这哥们还爬到了树上 警方根据报警电话提供的信息 来到了加油站 见到了加油站老板死不明目的尸体 春花和闺蜜正跟两个帅哥露营的时候 突然听到帐篷外面有动静 春花和闺蜜躲在帐篷里 两位帅哥出去查看情况 很快外面就传来了两位帅哥的惨叫声 把春花和闺蜜彻底吓屁了 这个时候保安拉开帐篷 出现在了他们两位的面前 保安说变态杀狂就在附近 想活命就赶快跟我跑 在蒙面人的追击下 三个人开车逃命 可由于慌不择路 春花开车车一头就撞树上 小警察正在鸡贼叔家门口守候的时候 春花和闺蜜拉着保安回来了 小警察急忙向鸡贼叔做了汇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春花才知道他哥哥铁锤淘宝了 小警察让所有人都进屋 他会在外面严价放范 春花一进屋就跟后妈龙套时发生了争执 两人正吵他不可开交的时候 突然听到门口有动静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保安正站在门口 娘俩急忙把保安搀扶进了屋 春花在为保安处理伤口的时候 聊起来他哥哥铁锤 小时候春花和哥哥铁锤的感情非常好 虽然当时他不在现场 但对于铁锤杀害母亲这件事 春花始终不信 虽然这些年他从来没去精神病院看望过铁锤 但他对哥哥始终是念念不忘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蒙面人突然从窗前一晃不见了 吓得心惊肉跳的龙套使不问青红皂白 冲着外面就开了一枪 这个时候门口又传来了动静 龙套使砰砰又是几枪 等把门打开一看警察全傻眼了 龙套使居然把想进屋的小警察给打死了 眼瞅着蒙面人要杀进来 保安急忙把小警察的尸体给推了出去 保安让春花和闺蜜躲在楼上的卫生间里 锁好门 在警察来之前绝对不要出来 鸡贼叔带着手下很快来到了春花等人露营的地方 发现了两名被害的帅哥 这个时候手下向鸡贼叔汇报 说在精神病院附近发现了另外一名保安的尸体 鸡贼叔一听马上明白怎么回事的 急忙往家里打电话 让龙套使等人赶快离开屋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 蒙面人突然出现了 随着砰砰击成枪响 躲在卫生间里的春花和闺蜜全都瞎咬 春花打算下楼看看情况 可没想到一出门 闺蜜就把门给锁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躲在了另一房间里的窗下面 当保安醒来的时候 发现龙套使和蒙面人都躺在地上不动弹 这哥们刚想往楼上跑 蒙面人突然就站了起来 保安在逃跑的过程中 一不留神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直接就摔蒙了 紧接着蒙面人来到了闺蜜的房间 七里咔嚓把闺蜜杀了 躲在床下面的春花只听到外面鸡飞狗套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当他正躲在衣柜里瑟瑟发抖的时候 蒙面人突然把他给拽出来 这个时候透过镜子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蒙面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保安自己 这个保安也不是别人 正是春花的哥哥铁锤 蒙面人只不过是铁锤的另外一种人格 铁锤的两种不同的人格在搏斗的过程中 春花播放了在他五岁生日时的那首音乐 铁锤一听 这脑子总算是暂时清醒 春花说我知道真相 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春花的这些话当时就戳中了铁锤的痛楚 无法面对过去的铁锤 在自己妹妹的面前自杀了 但这哥们并没有死 当春花刚把门打开 铁锤便举起了手里的剪刀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他们兄妹俩的老爸鸡贼叔及时出现 鸡贼叔碰的一枪就把铁锤给撂翻在地了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象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鸡贼叔是个恋童癖 铁锤从小就被他老爸给侵犯 在春花五岁生日那天 鸡贼叔因为担心老婆发现 于是就把老婆残忍的杀害 后来又嫁祸给了铁锤 受到摧残的铁锤很快便得了精神病了 在铁锤准备转院的头天晚上 他杀了两名保安之后逃了出去 但当他刚跑到公路边就遭遇了他老爸鸡贼叔 鸡贼叔担心东方事发 于是就冲自己的儿子开了枪了 铁锤在逼死的时候产生了幻觉 之后的所有一切都是在他的幻境中发生的 其中的那些人物 就他的好心司机 春花和闺蜜 龙套士 两位帅哥 以及那些警察等等 全部来自于他在病房里看到的一张合影照片 是的你没听错 因为当鸡贼叔回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的妹妹春花和他的后妈龙套士 跟之前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鸡贼叔来到二楼打开房门 他和龙套士生的儿子正躺在床上瑟瑟发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压经 有人禽兽都不如 心比蛇蝎还歹毒 老虎尚且不食子 这种变态必产出